排骨买回来就像我这样做 软糯入味 色泽红亮 不柴不腥 首先把老板娘卖的猪蹄冷水下锅焯水 关键要加一点白醋 这样可以软化肉质 吃起来不会腥 煮出浮沫后捞出 用温水清洗 否则久煮不烂 油热后下锅边炒下猪蹄 炒到这样就可以了 倒入糖色汁炒匀 随后加生抽 老抽 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 炒到猪蹄微焦黄 倒入一百度的沸水 加姜片去腥 盖上锅盖焖煮五十分钟 大火收汁 加盐调味 一直炖到汤汁浓稠 撒上蒜粒翻炒 增香 吃起来更有食欲 最后撒上小葱末 就可以出锅了 满满的胶原蛋白 干净 在这一分钟 冰度里面